哦 我這個音檔 我這禮拜都1點才睡 好累哦 然後六日又沒有睡飽 今天又早上剛才錄 那個音檔聽得真的是折瘦 可怕 為什麼要逼自己呢 因為我們要用啊 我們可以再錄一次啊 你都再喝一次 對 不要再喝一次我不要了 再喝一次我喝一杯就好了 我喝 我還是可以喝三杯啦 那就沒有意義啊 就是喝一杯 我想說我好像都沒什麼事 然後你們怎麼會 其實我覺得你也沒什麼事啊 沒有我第二杯喝的其實比你快 因為我第一杯喝的比你慢 後來發現我第二杯快喝完 你還在喝第二杯 哦對啊 你是為什麼第二杯突然衝很快 因為我想說是怎樣 趕快跟上 對啊趕快跟上 舒直 太快了 衝過頭 可是我們明明就一直說 你要自己控制速度 自己控制速度 對你們就一直提新聞 然後你們自己把自己搞成這樣子 對啊 什麼叫你們是他而已 對啊我啊我 真的耶 好歡迎收聽真是抱歉 抱歉抱歉 抱歉抱歉 我是桃女 我是GG 好突然就開始囉 哈哈哈哈 你要不要來幹嘛 哈哈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聊蠻長一段時間的 而且我都要阻止你們不要再往下講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要 那你剛剛自己還不是講成這樣 真是抱歉 講得很開心 好 那我們先跟大家道歉一下 關於上個禮拜的音檔 嗯對 不知道大家聽了有沒有覺得很支離破碎 我覺得是我們兩個 我跟GG跟聽眾道歉 然後桃女要跟我們兩個道歉 對 我不是道歉過了嗎 而且今天早餐是誰請的呢 你以為請一頓就可以解決那個晚上的荒謬嗎 等一下等一下 我希望桃女接下來開始講話的時候 都先麻煩先跪著 哈哈哈哈 這一集請桂姐跟我們錄音 哈哈哈哈 嗯 先換別的方式嗎 哈哈哈哈 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桃女需要跪著 就是在大家聽晚上禮拜 我們喝醉的音檔 之後呢其實呢 那個瞬間 其實在我們關機之後的瞬間吧 嗯 桃女是瞬間斷片 瞬間倒下去 你聽到沒 我非常的敬業 哈哈哈哈 對 他最後其實還有跟大家說 謝謝拜拜 這樣子 哈哈哈 然後結束之後 他就直接倒著 然後我們立刻找垃圾桶給他 哈哈哈哈 真的很誇張欸 他給我整個頭都摘到垃圾桶裡面 我柔軟度好好喔 對 我可以開放給他們放這張照片 喔好 我把它放 你現在大家聽到這個的時候 已經放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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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 我真的沒看過桃女這樣 你有看過嗎 我沒有 我也沒看過我自己這樣好不好 我只有一次看到他跌倒在電梯裡面而已 可是那個是還可以清醒再起來 那個我可以自己走 對他可以自己走 好我們那個時候 桃女除了在這邊 就直接跌坐在地上 然後抱著垃圾桶兔之外呢 他後來是完全 斷練的 無意識的 然後我們要像 剪屍般的把他扛到電梯跟車上 就我已經睡了 真的非常可怕 對 而且你知道那時候 因為我們兩個 我們三個級都醉了嘛 就是都已經有酒精了 對 然後 居於那個時候 他是先負責扛 扛桃女到門口 對我們就把他背著到電梯 電梯口 然後桃女進電梯之後 整個人已經像大法師一樣 對 他已經整個人都滑下來 然後我真的撐不住 因為我也醉了 對 就換我 我們一人覆了一段 然後從電梯要出去到搭車地方的時候 換我之後 我就那時候還很開心地說 沒關係 但是我剛學會那個扛人的那個方法 我要去上救生課 你把戰爭的那個 用上了 用上了 對 所以我們就是那時候 真的是把他扛到車子上 然後他整個人給我 倒在車子的那個夾縫 夾縫的正中間裡面 就是後座人放腳的地方 對啊 那個那麼窄 然後他人就卡在裡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把他拖出來 超難 他好像那不是離地比較近嗎 你們可以直接拖出來 可是你可能整個人都會被磨傷 你的臉已經爛掉了你知道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 你像會包著繃帶跟我們錄音 謝謝姊姊 不客氣 就我照顧我的臉 對 我們所以上禮拜 其實我自己 我們本來在喝醉的當下 我們其實 後來關機之後有約另外一個朋友 禮拜五要再喝一遍 我隔天醒來 我跟所有人說我不要了 我再也不要了 我根本不知道有約 然後越接近禮拜五越害怕 趕快傳訊息跟他說 取消取消 太可怕了這個世界 然後我們要來講一下第二個事情 就是 今天是 我們錄音時間已經過 在我們比賽 就是減肥比賽過了半個月 三個禮拜 剛好兩周 兩周 兩周五月一號開始 今天五月 不是有些偷跑 對偷跑 有人偷跑 我沒有偷跑啦 好 不管 哈哈哈哈 你真的好害怕啊 這個比賽 我很害怕 你真的很怕輸耶 好我們 我們就 大家來講一下最近 更新一下現在的境遇 這兩個禮拜 大家各自做了些什麼 對 但是如果現在是有在看那個影像檔的聽眾 你們可以看到現在桃女跟軒 尤其是軒的桌上 是不是有兩大杯的可樂呢 哈哈哈哈 這是桃女的問題 我想這就是軒的努力吧 你在說一次 你 因為桃女今天請我們吃早餐 對 他就故意的給我買了兩杯可樂 不是故意 他在害我 不是 這故事是有連貫性的 你只是說你點了什麼餐 對 因為上次我們就是扛他嘛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下次錄音的時候 他要請我們吃早餐 對 所以呢他昨天就在 晚上的時候就問我們說 那你們早上要吃什麼早餐 嗯 然後軒就立刻點了麥當勞的 什麼什麼漢堡 加薯餅 加薯餅 加零卡可樂 立刻興奮的點起餐來 對 然後我就在下面回說 我只要一杯冰美式 哈哈哈 很優秀很優秀 哈哈哈 我記得原本想說 不要幫你加點 不要鬧 放過你 放過我 這個才是真的害我 所以剛剛軒說 桃女害他根本就是假的 他是自己在害自己 好不好 哈哈哈 那你到底做了什麼努力 你說說 好我這兩個禮拜 就是自己煮嗎 喔你真正自己煮 我開始有自己煮 你回家好晚了 然後你又煮 你這樣很晚才吃飯吧 痾 但是我會盡量在八點以前吃 喔 對對對 可是有時候你真的比較晚下班 沒辦法 就可能九點吃 但是就是盡量會趕快吃完 這樣子 可是午餐我就跟同事吃 我目前還沒有到 勤奮到帶便當的程度 可是你在點餐的時候 你剛剛很小心對不對 對我在點餐的時候就會很小心 我就會說我什麼不吃 然後什麼不吃這樣子 喔 你其實認真的有在挑 那選擇會變很少欸 不會啊 就是其實你不用到 每一個都要什麼 無油無鹽 然後什麼的 就是 你就是挑 我就現在就有點像 鍋鞭素 哈哈哈 就去一間店 然後就是挑 那間店我可以吃的東西 這樣子 好啦認真 Tony呢 我現在早餐 因為我原本早餐就只吃優格 那我現在就加了兩顆蛋 蛤 我怎麼還要加 怎麼反而吃更多 沒有就是加蛋白質啊 喔加蛋白質 對對對 就是一天要 我有吃到一定蛋白質的量 嗯 對 喔這個是一個 正確的但是反向的操作 就是它其實要增加的是肌肉量 對 這樣子它的燃脂就會快 然後午餐其實我都吃一樣的點 只是我也是像橘橘說 比如說我以前 是正常的 我就請他說 有一些拿些醬不要加 然後一些配餐薯條 我就把它換成沙拉 嗯 那你每天會拍那個健康餐 是什麼時候吃 晚餐 每天拍健康餐嗎 我沒有每天吃健康餐 你沒有每天吃健康餐 我跟妳講 他就是有吃才有拍啦 有吃才有拍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都不敢拍的應該只有萱吧 對 萱在這兩個禮拜 有哪一天是吃了健康的東西呢 不是欸很多聚餐 像我們鍋邊素一樣挑一下嗎 我吃 鮮蝦腐皮捲 真的好好吃 姐真的要多吃一點 這太好吃了 我也好愛吃鮮蝦腐皮捲 真的蠻好吃的 壁點欸 港式壁點 因為其實在我們開始比賽之前 我就已經是幾乎每天 只要我在家裡工作的話 我就是吃健康餐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對我來說 可是不重視這個比賽 對啊 他太看重了 他想說 我應該不一樣 對啊 我要不一樣啊 我要吃一些就是高熱量的東西 真的太讚了 我現在就是完全 以仗著我明天開始要 救生員訓練 欸我們是不是留言 對 他就說 有看過很胖的游泳教練嗎 對啊 他問說 你有看過很胖游泳教練嗎 我們 再看看嘛 好不好各位 一個月後 我們現在就是先更新到這邊 對 讓大家知道一下 你們兩個很努力 我 帶努力 好先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看到時候 最後誰是 反正還有一個多月 對啊還有一個半月 其實還有一個半月 其實蠻久的 我覺得一樣的葬事的這個時間 還蠻久的部分 怎樣那什麼笑容 還蠻久 但是其實已經過了四分之一啦 對其實是 對啊 好的呀 我們就先跟你們到這邊 沒關係啦 就是有美食就是多吃點 好 人生苦短 的確是欸 沒有到人生苦短 我們就是 我自己覺得兩個月時間蠻長 然後我上次都自己輸很慘 自己覺得時間很長 對啊是跟你上次一樣 你上次也是靠兩個禮拜就瘦對不對 對啊 對 你以為我們六月三十號前一天 你也是睡飽就可以瘦 是不是 我倒是真的這樣以為 嗯 OK 六月三十見囉 六月三十見 五月三十就去提平頭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們的頭髮也沒有幾功課 欸 她的頭髮現在甚至比我還短 哈哈哈哈 她現在其實就是淚平頭吧 最近淚平頭沒有錯 對啊 好我們要來講一下這禮拜 就是主題 要講什麼呢 我們要講一下人生的黑歷史 我覺得我們先 先釐清一下黑歷史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什麼都要定義 對因為 就是我們 我們才有辦法聊在一個點上 哈哈哈哈 可是你現在定義完了 你跟我們講的還是很不一樣 對啊 對我們各自已經有準備好一些黑歷史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都是今天早上來才 就確認彼此黑歷史要講什麼 就是我們各自有開始準備故事 然後我跟陶寅就想了一些黑歷史 就想說是類似有點人生出糗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結果宣言她就說她講一個很heavy的故事 我要講一些人生大挫折的故事這樣 所以就是完全不一樣的定義啊 對而且她剛剛又 她就是又有點就是在矛盾 她原本說什麼 黑歷史就是你沒有辦法再提起的 對 可是我發現她想要講黑歷史她很愛講好不好 她雖然講這個故事 雖然講這個故事 什麼主題都可以聊到這個故事 對對對 哈哈哈哈 真抱歉 哈哈哈哈 好開始吧 好啊 我們 我先講我的嗎 我先講你的好了 先講我的 不要好了 先講你們輕鬆的 先講我們輕鬆的嗎 對先講你們輕鬆的 就人生就是你突然間想到你會覺得 就是心裡 好糗的事 對心裡一揪的 我會心裡一揪 我會想說我到底在幹什麼 蛤我會很害怕想起這種事情欸 我不會 我會想一想覺得好好笑 對 好那你看 就是當初還是很糗 嗯 好我其實在講設定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在我小學 三四年級的時候吧 怎麼又是你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 不啊 因為小時候比較容易出糗啊 哈哈 長大就是 我長大好像更風 對她長大更風 對我覺得桃尼要把上次的那個 就列列為她的黑歷史 喔對耶 你上次喝醉那個真的是要是列為你的黑歷史 對照片都是 那其實三四年級做什麼事 好 就是呢 有一次下課放學之後啊 我就想要趕快回家 因為我那天真的尿好急 我真的好想要尿尿 不是 學校沒有廁所嗎姐 不是 因為要放學啊 因為要放學我就很興奮想要趕快回家 然後就是在路上想說好想尿尿 我現在真的是膀胱憋到要爆炸了 然後小學我就跟我姐一起回家嘛 然後在路上呢 又遇到我表姐 然後就我們就差不多年紀 寒暄 對就寒暄 然後就是我姐跟我表姐大聊特聊 然後就說好我們要去Seven買零食 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真的好想尿尿 但是要去Seven買零食 好吧那我也去好了 好想吃零食 然後呢我們就跟著去 但是我真的太想尿尿了 然後我進Seven我又很想喝斯樂冰 你知道嗎 以前還有斯樂冰機的時候 有喔 都要裝滿然後敲一敲敲一敲 對對對 再把它裝更滿 把所有的空氣都擠掉 對然後我就是 已經憋著尿 然後就站在那個斯樂冰機前面這樣子 就裝那個斯樂冰 然後就裝到一半想說 不行了 尿出來了 你就在Seven裡面尿尿 對然後我就let it go 什麼意思 你有跟店員講嗎 你有尿地上嗎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就內心就非常掙扎 因為我就一開始尿了 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住 所以我就讓他 大家都試了 整個尿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我的動作 就是在壓那個斯樂冰機 然後下面一直在流尿出 一直在滴水 然後我的地板上已經整攤尿 想說怎麼辦 怎麼辦 我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你就把斯樂冰到地上啊 我跟你說我就是 認真有思考這件事情 對 我想說我現在要讓尿在這 還是我要假裝斯樂冰打翻 可是你知道小學的我 你可以那麼聰明 不是我是模範兒童 我不可以讓東西打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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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就想說 那你可以連人在地板上 對 模範兒童標準好奇怪 對 我就想說好我裝滿了 我要去結帳 哈哈哈 所以我就忽略地板上的那一灘水 然後我就走去結帳 然後但是褲子是濕的嗎 對 我就想說我把褲子夾在大腿裡面 哈哈哈 就把濕的那一塊 就會夾在我的大腿裡面 小睡一步走 對然後就小睡一步走 就是讓人家覺得外表褲子看起來 是乾乾的這樣子 然後我在結帳的時候 我就很掙扎 想說我現在走的路上 我到底要假裝跌倒 把褲子夾倒在地板上 還是我要走去櫃台 跟那個店員說 哥哥不好意思我剛剛不小心 就是尿在地板上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是結帳付錢啊 發票之後我就回家了 哈哈哈 你什麼都沒有說欸 我什麼都沒有說 不然你會跟店員說 我說我模範兒童就是要誠實 我現在實在是太丟臉 我只想要回家 然後我就帶著褲子夾回家了 那你的姊姊們沒有發現這件事 沒有 沒有任何人發現 沒有任何人發現 哇 你好厲害喔 這是我第一個想到的黑歷史 好可怕喔 這件事情一直在你腦袋裡面記很久 一直在我腦袋裡面記啊 天啊 而且我很少講這個故事欸 這真的不要常講解 哈哈哈 這真的不好聽 欸?蠻好聽的吧 蠻好聽的啊我覺得 蠻荒唐的 對啊對啊 那我現在如果看到斯樂冰姬 我就會想到這個故事 好險現在Seven已經沒有私樂冰姬 不然我可能會那個 那個叫什麼 PDSD嗎 欸不是PDSD 是PDSD 創傷 我就開始發抖 想說我會被人家尿出來 哈哈哈 美姊姊現在Seven都有廁所了 喔對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事情 對啊 讚讚喔 我都會去買一包衛生紙 然後去上廁所 就直接這樣子 拉屎嗎 欸對其實你們敢不敢在大眾 大庭廣眾的廁所 不是大庭廣眾的廁所 沒有門的廁所 你說 不是你敢不敢在外面的這個 公共廁所 喔我還真上過大庭廣眾的廁所呢 你說門沒有 啊你說我們去北京的時候嗎 不是我去甘肅的時候 是真的沒有隔間 那他怎麼辦 他就是一個毛坑啊 而且你知道毛坑 並不是大家想像是只有一坑喔 而是在一個空間裡面有一排坑 中間有牆嗎 至少沒有啊 沒有牆啊 他就是地板上可能有五個洞 然後就是大家要上就是一起上 這樣子 而且他那個也不會有前面那個擋的那一小塊 對不對 對對對他就是沒有馬桶啊 他真的就是地板挖一個洞而已 而且你知道就是他那個也沒有分 男女 有啦有分男女啦 這個太誇張 他沒有分 像現在男生廁所 他會分小便斗跟大便肩 但他沒有什麼 因為他就是洞啊 他沒有辦法 沒有必要再做出一個什麼小便斗大便肩 所以如果你蹲在那邊 然後你旁邊的人在尿尿 HAPPEN 不是你蹲著大便 然後他站著尿尿 你轉頭過去就看到喔 他會站著尿尿嗎 因為我以為你們也會選擇蹲著尿尿的 就是那個尿尿在旁邊 我想說這就是個人選擇啦 那你會選蹲著尿還是 如果大家都尿的話 我會選擇三尿尿 可是因為你往旁邊去看 我不是也看得到嗎 我不太確定 我不知道 好啦就這樣囉 所以你們是敢在外面的廁所上大好的 我不是敢不敢欸 因為我就是會大出來啊 哈哈哈哈 我不會耶 因為我的小胃會讓我選擇嗎 哈哈哈哈 我大部分可以的話 我就會忍到回家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覺得有點糗 而且男廁是不是 通常都只有一間 或是兩間 對 你如果一站用了 他就是都 就沒有廁所了 對 而且我就覺得很尷尬啊 就是 我啦我對於 以前比如說我同學他們都會約說 好那我們一起去上廁所 然後就在隔壁間然後就是聊天然後邊拉屎這樣子 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欸 我有一次鼓起勇氣 就跟我同學說 好那我跟你們一起去 然後我們就是兩三個人就一人一間 然後就開始邊大邊邊聊天 然後我就在那邊假裝跟他們聊天 但我真的搭不去 欸這蠻酷的欸 就是是 邊大邊邊聊天 這是什麼樣子一個習性 我突然沒有這樣的朋友 真的假的 我以為女生也是會這樣子一起約去上廁所欸 會一起上廁所 會一起上廁所 高中會啊 對啊 不會說我們一人一間然後邊大邊聊天啊 以前我們高中的時候會這樣啦 但我真的搭不出來 然後他們就是結束之後 他們都有搭出來 他們都有搭出來吧 我猜 然後他們就說要回教室 我說好那你們先回去 所以我比較少聽到男生會做這樣的事欸 喔對啊 對 真的很少聽到 你這樣講啊 我想到終於想到一個 就是真的是糗事 也是跟上廁所有關的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 然後國中的時候呢 就一樣喜歡一個女生嘛 所以延續三次的話題 我想說 好長的白眼 好長的白眼 還好沒有錄到我 好雙給大家看 然後呢 那時候就喜歡那個女生 然後 我們就 就是有一次呢 升起一點點的時候 因為我是私儀 所以呢 私儀其實 講完念完那些有的沒的之後 我就可以離開了 我就不用像大家一樣 就是在烈日底下曬太陽 然後我就想說 現在都沒有人 然後我就趕快去廁所上大號這樣 然後我就上大號就很輕鬆自在 慢慢慢慢來 突然間就有兩個女生的聲音進到廁所 然後他們就開始在聊大聊天 然後就化妝啊什麼的 然後閒聊以後就沒說 啊你喜歡隔壁班哪個男生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呢 就我還在裡面大便嘛 然後突然間就有 就是A女就問B女說 那你覺得那個婚姻圈怎麼樣 自己講本名 反正大家都講過 大便好臭 沒有 然後B女就說 我覺得她蠻帥的 我有點喜歡她 蛤 然後那時候我也喜歡B女 喔是喔 那不是很剛好嗎 不是啊 可是我人在那邊衝出廁所 對啊 可是我人在那邊打便欸 打便很久欸 而且他們在 以為沒有人的情況下 講這件事情 但是我人在那邊打便 那你就從底下就是遞出一張紙條說 我也喜歡你 姐我那裡唯一有的就是衛生紙 就用衛生紙寫啊 唯一的筆是 唯一的筆 唯一的筆 大便筆 咖啡色的 對所以 然後那個時候 你用大便排出一個 就是鋼門這樣畫 就以前不是很喜歡 用屁股寫字嗎 就這樣子 我也喜歡你 太多了啦 一個安心就好了 我真的希望你把 有一天我們可以錄影的時候 可以有GG的 他剛剛真的是用屁股在寫 他剛剛真的有那個 我剛剛真的屁股有扭啦 對真的有扭 然後 我就覺得超尷尬之後 我想說 好 我就等他們走 等他們走我再出來 就這樣假裝這一切都沒有事情 嗯 他們聊了半小時 哈哈哈哈 神奇點你都會解釋 那你怎麼辦 沒有我最後真的是受不了了 你就當在那邊出去 對 我就最後才是 他們在帶球 我就開著門 洗好手 我就走出去了 蛤 我沒有跟他們講任何一句話 蛤 超久 請問一下你要做什麼反應 我就問 我真的會等他們走欸 就算我遲到 我也會等他們離開 對 這真的超尷尬 你等30分鐘 你再等10分鐘會怎麼樣 對 我覺得假裝我已經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對啊 實在太可怕了 這真的太可怕超久的欸 對啊 所以我到後來我就 就是也 也不是說沒有喜歡那個女生 但是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刻意避開 不要再跟他對到眼 哦 對 好這就是我的 其中一個黑歷史 還好吧 哪位 欸其實在 你喜歡什麼 他才剛說 他也喜歡你的時候 但你那時候有放連環屁嗎 沒有 我那時候就是鴨雀無聲 那時候 我跟你講那時候其實我已經快要 我已經差不多上完 我也要走了 只是 他們就突然進來 所以你就知道我那30分鐘有多漫長 而且那個以前 學校的廁所 難怪你會有小葡萄 因為蹲太久了 哈哈哈 國中開始養成 對啊 而且小時候的那個學校的廁所 是不是做事的 蹲的啊 都是蹲的吧 哦真的喔 我小學生就是蹲的 不是我那時候 所以他真的蹲了30分鐘 你可以站在裡面吧 對你有站起來我想說 哦好累喔 然後站起來這樣 可以吧 我就很小心翼翼 因為那時候很安靜 我忘記我是蹲著 但是就是我蹲了大部分的時間 哈哈哈 哇 腿很壯 難怪現在屁股這麼大 為什麼 就練得很好啊 下半身的肌群練得非常壯 好謝謝 對 桃女呢 我呢 這是一個剛畢業的故事 哪個畢業 剛大學 大學畢業喔 那蠻大的咧 蠻大的啊 可是那個時候我就是三餐不正常 怎樣 哦有沒有你大學 你畢業之後為什麼三餐不正常 對啊為什麼 就是不想出門啊 哈哈哈 就純粹來 還以為是因為找不到工作 就是有點窮 我是在工作 我是在工作 然後我就迷上那個甄嬛傳 哦 然後看一整天喔 ok 早上中午都沒有吃飯 然後我那天要出門 就是為了跟我高中同學見面 嗯 然後我那時候住在中山站附近 然後我就騎腳踏車 一路上呢 就是有 有紅燈我就右轉 有紅燈就右轉 然後終於到了城的路上 就快到 快到金站了 我就 離開腳踏車 嗯 然後站了 站了就是 因為我們一直騎腳踏車嘛 嗯 然後下車之後呢 因為等紅燈 我就站了十秒 然後我就一片黑 你暈倒了 蛤 你暈倒了 我就暈倒了 然後 我在睜開眼的時候 有兩個 一對情侶 嗯 就是要扶著我 然後腳踏車說 沒事沒事沒事 然後站起來我扶著腳踏車 發現不行 我要暈倒了 怎麼會這樣子 太餓是不是 太餓啦 然後我就立刻運動 我就是高速的騎腳踏車 而且中間都沒有休息啊 我就一路就 從我家就到台北車站了 你講話好不合理喔 對啊 已經快暈倒了 我還高速運動 不是那時候沒有啊 哦 就是一下車才發現 一片黑 哦 你是先高速運動 對 然後才下車之後一片黑 對 然後你的斷片都是瞬間的耶 真的耶 就跟上次喝醉一樣 那也是斷片 算吧 你那個其實是很危險的耶 真的很危險 可是我在軟行道 不是 暈倒因為你會往後 你的頭會撞到地板 欸我沒有耶 蛤 你終於是 你是軟掉 軟掉 我確定我頭沒有撞到 哦 okokok 因為一般正常的 你真的暈倒 應該是像那種 智涼腸快到底 那個嗎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我不知道耶 你的那個 雀草檸檬茶的那個 他就是手打開 然後往後直接倒下去 可是我那時候還扶著腳踏車啊 他應該是還有辦意識 他不是真的瞬間短片 不是真的瞬間短片 就是你就是軟 好我們現在是要吵架是不是 好不要爭執這個東西 但我懂的那個瞬間 就是突然間眼前一片黑 然後你就站不住 你真的知道嗎 因為我曾經有這樣過啊 你也曾經有過 對 因為跟葡萄有關係 不是 葡萄也會導致使人昏迷 蛤 因為你會 對 我有一次真的是狂拉 我不知道吃壞肚怎麼樣 然後狂拉 然後後來我一站起來之後 我就整個人暈倒 眼前一片黑我就暈倒了 然後後來 就我爸他送我去急診室 然後 會吸引量血壓嘛 他就說 你平常都有低血壓嗎 我說沒有 然後血壓那時候已經降到一個不行 所以我大概知道這種 一起來都眼前一片黑 然後你是真的站不住 對對對 就其實有點像蹲很窘 然後突然站起來那種感覺 對 有點像貧血 可是那個是我 我倒地之後 我其實 立刻又有意識 可是你那個是 我也是立刻有啊 你也是立刻有 我是過了十秒之後 就是有兩個區域看我 可是你有眼睛完全閉上圈 黑到 睜開的那個瞬間 有啊 喔 你說閉上 閉上 閉上之後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OK 所以你們這個黑歷史 是眼前一片黑的黑歷史嗎 對 但是我知道我們應該沒有閉眼太久 因為我 暈倒之前我有看到那對情侶 然後睜開眼睛就是他們 如果你們硬要講眼前一片黑 那我好像也有 來你試試看 就是有一次 好像國中還是什麼時候吧 我忘記了 就是半夜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 就會覺得 肚子好痛 嗯 真的好痛 我要昏倒了 真的好痛 然後我就想說 好想睡 可是肚子也好痛 好想睡 肚子也好痛 那怎麼辦 好累喔 我就只好覺得真的很累 然後我就爬起來 然後想要去廁所 可是我走在 就是走去廁所的路上 想說好想睡 然後我就躺在廚房地板上睡了一下 哈哈哈 然後呢 你家有多大 沒有很大 大概就是二十幾瓶而已 然後呢 然後就是 肚子也好痛 然後又起來就上廁所 好爛喔 這個故事 那我有一個很爛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是肚子痛的故事 你們兩個太 哈哈哈 我們這一整集 在聊大便 結果在聊屎尿屁 那也是我小時候的事 然後小時候肚子痛 就不知道怎麼辦嘛 然後也拉不出來 我就拿了萬金油 狂抹狂抹 真的好囉 可是就涼到超級痛 哈哈哈 所以我還是天啊 好涼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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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掙扎 哈哈哈 陶妮好誇張喔 好極端喔 這個人好極端喔 如果要講屎尿屁 我再分享一個 好好好 不好意思 就是我小時候 有被送過急診 喔 我也有 我也有欸 我就是半夜起來 很小的時候 半夜起來肚子真的好痛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爸媽就想說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開車 他就把我送到急診室欸 然後急診室 醫生就想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看起來快死掉 我就肚子好痛 然後他就幫我照那個X光 然後一照完之後 我們就去看那個X光片嘛 然後他就說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 有一塊一塊黑黑的東西 然後想說 那個到底是什麼 他說 真的你肚子裡面太多屎 哈哈哈 你小時候素變 對 大變太多 真的假的 因為我小時候上這時候 都是去坐一下 然後十秒鐘 有上就有上 然後你朋友一起上就上不出來 沒有那很小的時候 沒有那很小的時候 好啦跟大家道歉啦 這 好無聊的小故事 對真的超無聊 你偷女一樣無聊 來下一個黑歷史 好啊來GG 欸我嗎又是我嗎 都要輪流拉一輪了啊 欸你剛剛有講喔 我剛剛那個 那個不就是那個告白那個 喔 逼女的故事 對逼女的故事 好 好 那我曾經呢 有一次下班的時候 穿著西裝 還有皮鞋 然後呢 那時候是有一個朋友 要出國工作 嗯 所以呢就是我 然後跟逃女 然後還有一些朋友 就是我們約就是要聚餐 嗯 欸還是那個朋友回台灣 忘記了 反正我們就是要去聚餐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剛 比較晚下班 我就有點遲到 我就慌慌張張 想說我要走快一點 然後我就走在那個人行道上 然後那個人行道真的超級小 就是你只要兩個人並排 你就沒有辦法再 就是再繞過去的那種 那麼小的程度喔 嗯 所以呢我前面有一對情侶就是 你知道情侶就是 很喜歡走路的時候慢慢走 然後我就是 在趕時間嘛 所以我已經有點急 我就想要繞過那個情侶 哈哈哈 像蛙式一樣 把它挖開 沒有我就是很 他不會游泳 對我不會游泳 而且我很體諒那些情侶 OK 所以我就想說好 我要繞過他們 但是人行道很窄嘛 所以我要繞的時候呢 我是從他們的外邊繞的 然後人行道 台灣人行道大家有印象 就是他不是邊邊都會有一個圓弧狀的 會稍微有點滑嗎 他就是會漆油漆 然後稍微有點滑 然後我就穿那個皮球 我就踩到那個滑的地方 然後我就 整個人往前滑 要滑倒你知道嗎 我要倒下去 然後倒下去的瞬間 你是不是就會想說 要趕快抓東西 把它抓住 結果我就 抓到前面那個女生的交換 哈哈哈 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以為是單獨一個女生 因為他旁邊是有男朋友 對他旁邊是有男朋友 對他旁邊是有男朋友 你真的好不近 然後他那女生怎麼反應 我就跌倒 然後抓那女生的腳踝 那女生就 哇 他就尖叫你知道嗎 然後想說 真的很抱歉 我這不是故意的 然後他男朋友這樣回頭瞪我這樣 就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然後我就趕快把手放開 他說對不起 我還抓著那女生的腳踝 然後說對不起對不起 他想說真的太抱歉了 然後我就趕快爬起來 說對不起對不起 然後我就跑走了 哈哈哈 而且這是長大後更糗 很糗喔 而且我那時候穿西裝 對 西裝鼻挺的 西裝鼻挺 而且那時候很合身 沒有那個突出來一塊 沒有嗎 那時候肉肉應該來 我以為他穿西裝的時候 一直都是突出來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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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行 那時候OK喔 那時候還OK 對 好啦那至少沒有 他不會講說被一個胖子抓著 我先跟那個女生在這邊道個小籤 對 當時不應該嚇到你 不好意思 哈哈 哈哈 他不是褲子被你扯下來之類的 欸褲子扯下來更丟臉欸 對 但丟臉是他 哈哈哈哈 不是吧 那時候會被男生揍了吧 喔真的欸 我可能就被揍了 欸那你們有沒有遇過在路上 然後你前方的人在跟你打招呼 然後你以為他在跟你打招呼 有啊 這個超糗 我有一次就是這樣 但是那是小時候 然後他就是前面 就是我們是在游泳池裡面 然後那游泳池就是 反正就游泳池都一片混亂嘛 然後小朋友很多 教練很多什麼 然後就有一個 我蠻 就是我 又喜歡的 蠻敬佩的一個老師 OK 蠻欣賞的一位老師 敬佩而已 讓他欣賞 還是有所區別的 OKOK 然後他就 他就對著我這個方向 然後大力的打招呼這樣子 然後他就叫我過去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想說 該打招呼之後 我就過去之後 他說沒有我是叫你後面那一個 欸這個真的很尷尬欸 老師還不會做人 喔對 可是我也遇過這招 就是遇過說 喔不是叫你 就是很這麼直接的講欸 就想說好秀香 應該要先說抱歉抱歉吧 他沒有那個禮貌 沒有 像我們這樣有禮貌 真的 我們現在是心理貌運動 但是你們也有遇過這樣 就是你會錯意 有啦 可是在下面那麼深刻 沒有辦法講出任何一個 時間地點 好那我問你們 就是當別人對你揮手 但是 然後你也揮或是你也笑 打招呼 可以發現是別人的時候 你當下會怎麼反應 裝沒事嗎 我會裝沒事欸 我會開始抓抓頭啊 還是幹嘛的 就比如說好了 我其實要跟你後面的代表 對對對 然後你也伸出手來了 哦 但是你發現他就走過去了 一定是裝沒事 一定是裝沒事 但其實你會不會覺得很窮 可是我現在我都會先 往回頭看一下 確認我後面有沒有人 這也是一個遮掩方法嗎 還是沒有 你只是真的想要確認 我真的想要確認啊 有確認之後才發現 欸是真的在叫我 我才會這樣 哦 才會揮手 這很類似你在路上 如果不小心拐到腳 還是不小心跌倒的時候 那你 先蹦跳一下 對啊到底是要假裝 沒有這件事 沒有拐到腳 還是說 對啊 我跟你講我如果在路上 拐到腳啊 我會一直蹬馬路 你知道嗎 那你有一直蹬那個女生嗎 不是啊 蹬那個人行道的斜坡 沒有因為我那時候太感到 我抓人家的腳踝 我是一直跟他道歉啊 我來不及蹬馬路 你為什麼要蹬馬路 就想說 欸怎麼會拐到腳 而且我覺得要讓路人想說 喔我有注意到這個坑 然後覺得好像 就是想說欸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的那種感覺 你們之前有看到那個新聞嗎 就是他們有在那個 馬路上放三角錐 然後阿伯就 怎樣 就用雨傘吧 還是用腳把三角錐拿掉 然後他就掉進那個洞裡面 哦 我好像有看到這個 這也蠻糗的 對啊 但是我覺得你 你蹬地板是會找一個藉口 或是讓後面的人覺得 你的跌倒好像是情有所緣 對對對 我要讓別人知道我的跌倒 是情有所緣的 沒有在意 沒有在意 其實路人都不在意 沒有在意 大家就覺得你跌倒了 他說在蹬什麼空氣嗎 想說啊怎麼會這樣子 這邊怎麼會有一個洞 啊真的好慌張喔 為什麼會讓我跌倒 而且有些時候他說 你要小心這裡有個洞 就跟別人一起 對 就是用一種臭熱鬧的心情 對 對 大家就會想 哦真的耶 這邊要小心喔 對 我們都長大了 我們都有一些 對待這些事情的小招式 對啊 一些小妙招勞 分享給大家 對 好啦 好啦 好下一個 換誰 我還有一個啊 這好像不算黑歷史 或是很糗的 就是自己 小時候白目的事 就我們小時候去麥當勞 然後我們那時候 一群同學吧 然後要做實驗 然後我們就想到一個實驗呢 是 如果 我們把那個 番茄醬 很用力的打下去 會發生什麼事 真的好白目 真的好白目喔 但是 我們知道應該會爆炸 所以我們就 本來就會爆炸好不好 我們就拿一個塑膠袋 裝著那個 番茄醬 你們還有裝進來 對 然後我們很多人嘛 就是有一些人負責 把那個 塑膠袋 壓住 確認它是封閉在那個裡面 你們有實驗性質 實驗性情感 然後我就是負責拍 番茄醬的那個人 然後呢 我只能說你好適合這個角色 我一拍喔 他就 然後我們想說 沒事 然後就是 後來看到就是有一個男生 中年男子 在擦眼睛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就一開始想說 天啊怎麼辦 然後他就一眼很臭 可是小時候嘛 嗯 就還沒有那個道德勇氣 我們就先跑走 然後討論說 怎麼辦 但後來我們 有冷靜下來 我們說好 我們要跟他道歉 嗯 沒有親自道歉 喔 所以那男生沒有先發難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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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怪你們 沒有 就自己默默的就開始擦起來 對 哈哈哈哈 他離你們很遠嗎 然後 有一點距離 兩三 就是一兩桌那種 然後你還可以看到他 對啊 就是你看 飛很遠 不知道吧 真的好誇張喔 現在你們實驗的環境 弄得更嚴謹一點好不好 對啊 你們的桌子要戴看起來沒怎麼用 所以要戴包兩層啦 哈哈哈 沒有吧 應該是我同學要蓋好吧 怪同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來再來宣 我剛剛就講啊 那個舉手那個打招呼那個啊 那這就是我的 欸 那就算一個喔 欸太小了吧 你再分享一個 但我接下來就要分享Heavy的那個啦 好啦那我再分享一個小的好了 好好好 你來 這樣等下讓你整段都講Heavy的 好 嗯 我小時候呢 也不是小時候 就是大學畢業之後呢 我第一次去香港 然後那時候就是 穿帆布鞋的時候啊 就是流行不穿襪子 喔 OK 有吧有一陣子是這樣子 對 反正就是沒有穿襪子 然後你知道帆布鞋 他本身如果沒有穿襪子 穿鞋不穿襪會有怎麼樣 會有臭腳丫 對 你們有聽過這句話嗎 沒有欸 穿鞋不穿襪會有臭腳丫 我有但是都從他那裡來 喔真的假的 我很喜歡一些小時候的順口溜 沒有這一點都不順口溜 還有什麼小氣鬼喝涼水 半夜不睡覺假裝王主賢 我也是沒聽過啊 對對對 半夜不睡覺假裝王主賢 小氣鬼喝涼水長大以後變魔鬼 有 其實有聽過的觀眾留言好不好 好啊 然後還有什麼 穿鞋不穿襪會有臭腳丫 然後呢我當時就是去香港的時候 就是要一直逛街嘛 香港就是很多 那時候有很多東西可以逛 然後我就是穿帆布鞋 然後不穿襪 然後一直逛 所以想當然就是 非常的臭 真的非常的臭 你到底為什麼要讓自己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沒關係 反正就是在裡面我回飯店之後 我再去處理就好了 可是人家逛街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件褲子 大特價 而且好好看 真的好想試穿 那怎麼辦呢 我就拿 就想說我真的要試穿 我就拿那件褲子 然後進去更衣間 然後你要換褲子要幹嘛 脫鞋子 你要脫鞋子對不對 我想說更衣間 沒關係 反正只有我一個人 我就脫了 然後就換了褲子 想說真滿意 好我就再把鞋穿起來 然後出去 就準備要結帳 然後呢 我打開門的瞬間 就發現後面有一個男生 排在我的更衣間外面 然後他就進去 我就想說我就站在那邊觀察一下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好了 然後進去之後呢 立刻開門跟他老婆 就是比了 好臭好臭好臭 對 我想說好臭好丟臉 因為我覺得這個故事中 就是你不應該觀察 應該就是裝沒事 他就想知道 對 我就想知道 他腳到底有多臭 我就很害怕造成別人的困擾 那你已經造成別人的困擾 對 所以我想說造成困擾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你只親眼目睹這個困擾的發生 對 他在立刻開門 然後比好臭好臭好臭的手勢欸 那他們有發現你嗎 有 沒有 我覺得當下應該不會注意前一個路人的臉 對對對 他應該沒有發現我的臉 欸我其實像我剛剛回頭講那個 就是敢不敢在外面上大號這件事情 我都很 我都會想說我打開門之後 下一個要進來我這間的人 他有沒有注意到我的臉 他會不會看到我 然後想說就是這個人上很久 而且我就想說那個人大便好臭 對 你會不會有這種想說我的臉露出去 那個人就會想說這個人長這樣 然後大便還這麼臭 對我其實會這樣子 真的是太丟臉了 對啊 你說長得像仙女一樣 但是大便很臭嗎 就我覺得我不會 我覺得這樣也蠻糗的 對 長得臭大便不能臭 長得漂亮大便也不能臭 長得漂亮大便也不能臭 我說好臭 真的很難啊 真的很難啊 請問教人跟我們說大便怎麼樣才可以不臭 吃健康一點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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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要講我的 我覺得 對我來說人生真的黑歷史 是有一段 就真的是 現在 如果別人問我 要細問那段的話 我都會快速帶過 就是創業失敗的一件事情 就我會跟別人講我創業失敗 但是當他要往下問說 你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說不要講 喔為什麼 為什麼不講 因為我覺得那個 就是真的是自己當初沒有想太多 那我現在要問你喔 你當時做什麼 哈哈哈 現在怎麼要講了吧 在節目上 可惡 我們那時候做的是 我們現在是一個深度訪談 喔 不 我們前面不是很歡樂嗎 你不講就我講了 畢竟我在那間公司上班過 對 其實這個我剛剛開始之前 我有跟GG確認過 就是我覺得那個 除了做什麼東西 然後失敗是黑歷史之外 我覺得我那時候的灌老百姓 他也是黑歷史 嗯 我覺得創業失敗不算是黑歷史啦 這個就像是 你本來就會嘗試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不見得都會成功啊 總不會第一次就成功 對啊 對啦 但是那時候做的事情 並不是自己真的很厲害 或者說你其實有志在此 就是你覺得 你只是覺得 有機會 對 而且你是想要創業吧 對對對 就是 不是說想得很清楚的那一種嘗試 我覺得只要想得不是很清楚 然後你去投入 而且我覺得更黑歷史 加深那個黑歷史 是因為 你真的有因為這樣子獲得一些掌聲 嗯 所以你回頭去想 你就會覺得這個掌聲其實都很虛 嗯 是啊 對 可是我現在突然覺得說 創業失敗真的不是黑歷史 而是你的公司名稱 比較是黑歷史 那我們來講公司名稱好了 我們可以講出公司名稱嗎 黑歷史 真的是黑歷史 因為呢 當時他要創業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討論說 你覺得我公司要叫什麼名字 要叫什麼名字 然後我們就給了他很多建議嘛 對 結果最後他取名叫做 以萱書為創意 他是全名喔 是啊 他的以萱就是黃以萱的以萱喔 而且完全沒有改任何的字 而且我那時候心態是怎麼樣子呢 我就會覺得 品牌名稱都要取什麼嘛 嗯 我就開始看到 我就有一篇翻報紙就看到 朱中慶打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都用本名發展的哪那麼好 哪那麼好啊 我想是因為朱中慶本身很會打擊吧 哈哈哈 林懷明什麼的 然後說都可以 那是英文武雞 哦那是英文武雞哦 對他不知道林懷明 對啊 那你現在怎麼不是黃以萱選讀 對啊 哈哈哈哈 對 那時候突然有這個名字 後來也有這個黑歷史 我覺得這比較黑歷史 這蠻好笑的 哈哈哈哈 謝謝喔 蠻輕鬆的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呢我們的重點是 公司當時到底做了什麼 哦 要用這種很懸疑的口氣 一定要講是嗎 是的 不能 不是你都開了這個口 然後我們一直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講可不可以講 對啊 好我就是那時候做的是木製的手機殼 就是我那時候覺得這可以做 然後其實那時候的確市場上也沒有到太多 但它是一個別人覺得不錯想要的東西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了這個創業 然後後來不只這個 我後來還做了比如說杯墊啦 或是紙做的手機殼 對 但是那一些都是 我覺得後面的那些發展會比較像是真的是 我不想再提 是因為就是那些東西真的沒有市場價值 然後我們只是覺得很酷 然後做出來 的確是 然後甚至是啊 那時候我因為公司快要關了 就是快要關的時候呢 我就寫一篇文章 然後那篇文章後來就也蠻多人分享 就是我的公司要失敗了 然後為什麼失敗 然後那時候公司裡面還有很多的紙的手機殼的庫存 欸我那隻手機殼甚至還上過 日本雜誌 對跨國媒體報導喔 對然後還有一個雜誌叫Monocle 也是很高級的雜誌報導 因為當時公司的定位就是 其實後來我們有點把它定位成 就是我們是在製造跟設計文創商品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去參加很多那種特別的展覽的 文創展 那其實有因為展覽而得到一些矚目啦 對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公司要導了之後寫那篇文章 就被其中一間大的台灣的新創看到 然後他們還來就找我去聊天 就說欸這個失敗的經驗很適合分享 然後他們就說 那我們 原來是這樣喔 他說你去分享失敗經驗 我以為那個新創公司想說 好這個東西好棒 那我們來加碼投資你 但是他們的確在那個之後就說 因為他知道我最後就負債嘛 他們就把我們剩下的紫薑手機殼 買走 買很多 然後去他們的這個活動會場 去做發送獎 但我當下就覺得 因為那東西他之後還其實 並不能真的保護到手機 老實說 他就是一個噱頭 所以我就會心裡想說 他就是純紫薑沒有在印刷 不是可以再克制的東西 沒有他就是純紫薑 他可以印刷沒有錯 所以他那時候我們打到出來是說 你可以活動會場用 比如說 那個年代應該還沒有QR Code 那個年代就是 比較少 對就是放一些 你可以印一些活動資訊 或是周邊周邊商品 當然印一些IP上去 就可以再一次性的發送 因為他也是再生紙薑 對 所以當下 但是後來我就真的覺得 就是很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那個商品 並不是一個真的 很好的 很有保護性的商品 那他可能會造成別人的手機 可能會有破損 我不知道後來他們怎麼使用的東西 但總之我後來就一直很 覺得心裡很愧就到現在 而且當時就是宣他有 因為我那時候在上班嘛 宣就跟我說 我們現在這個商品 那你幫我確認一下 這個東西的防水跟防摔的程度跟能力 當時他就是一個怪老闆 還要逼我去做這件事情 用你自己的手機嗎 不是不是不是 他不是叫我用我自己的手機 他是叫我打去那一種認證機構 是什麼SGS 對 然後我就打去SGS 就要詢問這件事 然後我就被對方削了一頓 對 他就說 你這個就會指啊 要怎麼測防水 對就是有什麼好測的 他覺得你就浪費錢 對 只要怎麼測耐摔 只要怎麼測防水 那我還試圖想要跟那個人解釋 但那個人就是 一直用一種很疑惑的那種 想說 水 不是啦 你防水你是要有一個 密閉的空間 對對對 我才有辦法測裡面的東西 進水的程度 我才知道他到底防防水 啊你就是一張紙 我要怎麼防水 對 還說真的好蠢啊 太年輕了 太年輕了啦 真的太年輕了 我們少了一些 當時少了一些社會歷練 是意思 對啦 所以那是我 我覺得現在到現在 就是我都會 我好希望 就是可以一箭刪掉所有 我以前這 這間公司的所有的報導 或紀錄 我好希望別人找不到 原來你有到這種程度 那我們今天公布你公司的名字 對啊怎麼辦糟糕 所有人都會找到 而且你們會搜尋到我以前 就是上報紙的時候 拿著那個紙漿手機殼 然後在這鏡頭 樣子微笑的照片 嗯 對啊 還有我們參加展覽很漂亮的照片 我們那時候真的好漂亮喔 對啊 參加展覽那時候 現在我跟你說自己真的好漂亮 對啊 憑什麼用這個語氣啊 對啊 好瘦欸 那就是你們14天挑戰那個時候嗎 不是 我跟你說 我去幫忙展覽那時候 是我在當兵的時候 所以我真的超級瘦 而且我就離一個小平投 然後又很瘦 我自己那個時候也很瘦 然後那時候 我就會把那個照片留著 是因為那件白襯衫 我再也穿不下了 穿不下那件白襯衫 我想這個才是真正的黑歷史吧 那件白襯衫穿不下 欸你們衣�有沒有那種衣服 就是你放著 你現在穿不下 但你就說沒關係 等我收下來終於天我可以穿下 我跟你講我衣櫃滿滿都是這樣的衣服 我都穿下 然後我另外一半就受不了 他就來我家 他就說 這個都丟這個都丟這個都丟 然後他就把我一半的衣櫃都丟掉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已經丟了喔 就拿去回收了 那你真的甘願讓他這麼做 我覺得他拿去回收 然後我要整理起來 我就偷偷就是抽了一兩件 然後這個我還可以穿 但跟我穿不下 哈哈哈哈 現在還藏在抽屜裡面 哈哈哈哈 我們要跟他講 哈哈哈哈 這也算是一種黑歷史 對啊這算是吧 這還好啦 這還好啦 我覺得黑歷史 你六月三十號順著就可以穿了 真的耶 穿來錄音 怎麼辦我要去就衣回收 去把那些衣服都找回來 用不著 買新的就好了 而且你也不會受到它這麼誇張 兩個月不能這麼瘦 這麼快你會生病 好啦 所以你們兩個人生都沒有那種 你覺得這一整段 你都不想要再經歷 或是如果可以重來這一段 你一定要重來的 完全重來的歷史嗎 不會啊 完全重來喔 為什麼要重來 可是如果 其實我曾經想過這個問題耶 就是 我有想過我人生要重來的話 我想要是哪一段人生重來 可是我沒有想過 那個是我的黑歷史 只是我覺得 我也許可以做到更好 這樣子 那想到是哪一段 我高中的時候 你高中怎麼了 你高中不是很棒嗎 你熊中的呢 哈哈哈哈 希望考上熊女 哈哈哈哈 應該要考上熊女的 我覺得更好 對對對 那好啦那我先分享一個 悲傷的小故事好了 好 就是我高一的 剛進熊中的時候啊 我真的非常的 不想要念熊中 我就覺得 這邊的人跟我都 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 為什麼 或是我跟他們格格不入 因為我以前 不是一個 很愛念書 跟很認真念書的小孩 就是 我周邊的朋友 就是 功課都還OK 可是不是那一種 一定要考第一名 或是什麼 很認真的那一種 可是當你進了熊中之後 畢竟他是第一支援 你會發現大家 對於 課業跟 我要追求的名次 還有學問 我要追求的學問 都是非常的 艱深的啊 非常的 精進自我的 那我想說 我不屬於這裡 我高一的時候 會這樣子看著窗外發呆 因為我就上課上不下 就看著窗外發呆 然後想說 我要轉學 我真的要轉學 然後我就回家跟我媽媽說 我媽媽就說 你瘋啦 你考到熊中 你要轉學 你要去念高級 你是不是有病啊 那時候想念高級喔 對我那時候想要轉去高級 這樣子 我根本不想念高中 沒有任何個同學跟你一樣吧 根本沒有啊 然後我高一的時候 因為我們熊中的 高中的書包是綠色 然後外面就寫熊中兩個字 對超大字 然後我那時候背書包的時候 我都是反背的 就是我不要讓別人看到 我是背熊中兩個字在身上 我真的沒有遇過 第一志願的人 是這樣子的態度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耶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很怪吧 真的蠻怪的 對 但是後來就是跟同學 稍微混得比較熟 然後就是 因為我媽就說我瘋了 就表示說 我不可能轉學去高級 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開始慢慢的就是 釋懷 但是我高中就是 也沒有很認真念書 然後也沒有很認真的玩 我就會覺得說 都沒有 兩頭空 對就是有點兩頭空這樣子 那你說你可以重來 你想要是往哪個方向走 我想要 就是要嘛 我就是想要 就是我想要換 轉換一下我自己的心態 要嘛就是 我至少希望我在高中 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是我可以現在拿出來說嘴的事情 不管你是認真念書 還是說我真的高中社團 玩到一個程度 對 只是你覺得都沒有 所以也不是說 你一定要回去改變什麼事 你只是想要回去 真的讓你那段時間 是有意義的 對對對 讓那段時間不要是這樣 白白度過的感覺 欸 那我整個人生都要重來了 哈哈哈哈 白白度過 哈哈哈哈 到35歲 還是 白白走了一艘 我沒有到35歲 34點多 OK 所以等一下 同時你真的完全沒有覺得 人生有哪一段要 要調整 我覺得都可以啊 就是 你真的好 或是你覺得可以做到更好啊 60就OK啦 喔 你的人生是60就OK了 對 是不是家裡 你家裡有沒有給一些你的期待 比如說你應該要考上好的學校啦 好成績啊 找好工作啊 嗯 應該是沒有吧 他們可能不敢要求我吧 應該是沒有吧 他們不敢要求你 喔真的嗎 會怎樣 你爸媽要求你會開始發憤 不會啦 打媽媽 媽媽應該心裡有比較多期待 但是他不敢講 對 欸 好特別喔 家長的期待我以為都會講出來欸 我覺得沒有欸 可能會不會是因為他爸媽其實 都其實本身都是老師的關係啊 嗯 就是其實你會希望這個小孩可以 按照他自己的步驟去成長 雖然你希望他做到什麼事 可是 對對對 我不想要用很明確的去要求你 直接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而且他爸媽 你們大家是不是都社工相關的 的老師 所以更能理解 就是用關懷的心態 就是每個孩子都是特別的 就是用關懷的心態 我這個小孩很需要關愛 我需要給他自由 對 他不然他會打我 好可怕的小孩 對啊 小孩喝醉怎麼辦 真的 還要跟他 對啊 陶媽媽 怎樣 陶女下禮拜有喝醉啊 哈哈哈 妳們還會想 她們好在聽啊 所以我覺得 就是像 我媽訊息我說 下次討論山英文法新 妳通知我 哈哈哈 欸髮新那個是第幾集講的 就是我嗎 我們在講那個 就是當總統的那個 啊不是王軍 對王軍的時候講 對對對 對對對 大家可以回去聽一下那一集 對啊 對好 對我們這禮拜 稍微聊了一下这个黑历史的部分 所以大家还有什么想到黑历史吗 还是反正我们前面都讲那么多奇怪的故事 我们来分享一些琐碎的小糗事 好啊 好 我要想到一个 你们是好多琐碎的小糗事 就是我骑脚踏车然后就骑草 然后想说我平衡感真好 你的糗事怎么都跟脚踏车有关系 就跟你也就跟厕所的关一样 对啊 对啊 至少我的比较健康一点 哈哈哈哈 哎 上厕所也很健康好不好 哎 这是好观念 对啊 等一下要被骂 反正就是 他就是从道路到人行道不是有一个坎吗 对 然后一般假如是如果你骑快一点 其实不是可以上得去吗 嗯 但是因为我已经沉醉在于 哇 我平衡感好好好骑好慢哦 然后到那个坎的时候我就直接碰 哈哈哈哈 往腿里一倒哎 那你真的有跌倒吗 有 我真的有跌倒 对啊 我说怎么跌倒怎么跌倒 我说一定要装没事的啊 因为我觉得自己很蠢 骑很慢 很蠢啊 哎 那你会觉得跌倒的 你在跌倒的瞬间 跟你倒在地板上那个中间那个过程 你会觉得很久吗 我会觉得世界好像都被慢动 不是我要开始往下倒 而且这个我也有这样类似的故事 就是那时候 就是也是在三五年前而已吧 就不是很流行那个平衡车吗 嗯 然后我就 我就是跟朋友借了一台平衡车 觉得很帅 然后我就在那种市集 平面的市集 就是那个 比如说华山那种市集 我就弄的平衡车很帅 然后在那边就是 露来露去这样 然后还有小朋友说 妈妈 那个好帅哦 然后下一秒我就 就很喜欢沉醉在很帅里面 对对对 然后我就滑啊滑啊滑 然后下一秒就 啪 就直接整个人飞出去 那个马路上 然后撞到 撞到膝盖流星 好需要我在现场 真的耶 我可以说我昨天就是去中山堂 中山堂不是很多人在溜滑板吗 对对对 我觉得在那边看到 到底有谁会跌倒 我都没看到 哈哈哈哈 好希望那天出现的是你 什么奇怪的心态啊 真的真的心态不行 抱歉 抱歉 那我有一些琐碎小故事 其实都是跟路人阿嬷有关系的 你跟阿嬷有缘啊 我跟阿嬷可能蛮有缘的 带水阿嬷 对 我以前就是搭公车的时候啊 高中上学搭公车的时候 然后因为上上课时间 上班时间 公车一定超挤的嘛 就跟现在捷运一样 然后就挤挤挤挤 然后我就踩到一个人的脚 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啊 这样叫了一声 我就抬头看是一个阿嬷 阿嬷不好意思 而且我当时跟他道歉吗 好像没有 我现在就跟他道个小姐 阿嬷不好意思 你都在节目上跟那个女子道歉 顺便推广一下节目啊 是什么啊 然后呢 我就是每天都搭同一班公车上学 然后隔天的时候 又搭公车 又好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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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又踩到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就啊一声 我就转动回去 同一个阿嬷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连续一个礼拜 大概有三天都踩到同一个阿嬷 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真的超糗的 你们好有缘分 真的耶 真的好有缘分 认他做阿嬷 阿嬷 你有在听吗 不好意思啦 哈哈哈哈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次我去跨年的时候 跨年是人很多啊 这种事情一定都发生在人很多的时候 你不要怪罪 别人就没有踩到别人 好OK 然后呢 跨年演唱会那时候人很多 然后你越后面的人就越看不到嘛 然后那时候高雄他是办在一个很大的空地 然后其实他底下是草地 所以其实那时候大家想说 不然全部人都坐下来好了 然后我们就是大家要往后坐 往后坐往后坐 往后坐的时候 因为人太多 你真的会有一些推积的状况 然后我真的要往下坐的时候 结果我就往后倒了 你知道吗 嗯嗯 我就往后倒 然后我又听到后面 啊一声 哈哈哈哈 又是谁 阿嬷 结果我就坐在阿嬷的大腿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坐在后面阿嬷的大腿上 真超糗的 哈哈哈哈 真的 不好意思啦阿嬷 真的耶 还好不是高中那个阿嬷 哈哈哈哈 阿嬷想说 那你又是你啊 哈哈哈哈 还有缘分 对 好啦 小故事就在这边 索碎 索碎的 索碎小故事 那我们就来 念留言 好念留言 诶 你被播出来 同女 乳牛猫呆呆比 好 她说三位娘娘好 我是从明迪全都认识 真抱歉 喂喂喂喂 怎么样 凭什么这边三位娘娘好 我已经被纳入娘娘了就对了 哈哈哈哈 我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我也是耶 我以为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很自然的发生的事 ok ok 好 身为明迪粉必须要帮萱说一下话 萱真的很努力回明迪爱协思讯 是我看过最亲民的Podcast 另外要告白一下三位 听你们互相又带着认真的谈话 真的好疗愈 常常在车上一个人大笑出来 特别是GG的话 常常做错我的笑点 哈哈 GG本身就是一个笑点 哈哈 讲话不要着没礼貌好不好 对啊 哈哈哈哈 好呢 那你就是不好笑的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啊不要蜡 坏机 哈哈哈哈 好笑 好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会聊这个就是因为他这句留言啦 他就说最后想要听三位聊聊自己最难忘的黑历史 谢谢三位每周带来这么疗愈的节目 对就是谢谢乳牛猫呆呆比 然后有一个Poor Ravenclaw 哦 雷文克劳欸 是吧 Poor Ravenclaw 他说 对不起学员 或说我超喜欢敏迪的声音 以前听敏迪声音都以为是个知性成熟 文青中带点野艳的心感美侄女 美侄女 他想象力都好丰富哦 对啊 不是这个 而且你声音有就是到美侄女的程度哦 对啊 你在敏迪声音都不会狂笑是不是 谁会一个人讲一讲然后狂笑啊 这样子会带有点 讲国际发生什么大事 然后开始发疯的笑 崩溃 想象中的画面都是穿着套装黑丝 和戴着眼镜盘的头访的 艳熟性秘书或老师 这个人我觉得他应该 平常在设立的东西就有一点 就有一点不太一样 不然我们录一集 反正我们现在真是抱歉 也有开始在录音嘛 对不对 那不然下一次我们录音的时候 你就穿就是套装然后黑丝哇 其实我没有这种东西 反正敏迪选都 你要维持一个 专业形象 那我们再真实抱歉就可以啊 开始挖一个洞给他跳 我跟你讲如果真的要这样做 那一集你也要有装扮然后你要在影像里面 那我要装扮什么 你看看他竟然没有聚集在影像里面 他在思考他要 哈哈哈哈哈哈 在想说我要穿多漂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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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YouTube有你的粉丝在敲碗找你 真的耶 哦真的假的 对啊他说是G粉怎么没有GG 对 抱歉了 所以大家就是我们近期在总有一天这个 好终有一天 他露脸的时间 嗯没错 然后他就说直到2021年看到敏迪真容之后 觉得敏迪很亲和 然后他夸到说对不起 自从这档节目提出之后 就露了好奇奇的敏迪选读 你真不应该 哈哈哈哈 哎 哎姐不好意思 怎么样 我们真是抱歉有 不小心偷了一点敏迪选读的流量 造成了敏迪选读流量下滑吗 倒是没有 哦没有到下滑程度是不是 对 哎 就算有也不承认 哈哈哈哈 好但是很谢谢大家 就是 没有去听敏迪选读 然后跑来听真是抱歉 但是两个都要听啦 对啦两个都要听啦 礼拜一听敏迪选读 礼拜二听真是抱歉 对啊 哎我们其实上架时间有特别选过 对啊 就是不要跟敏迪选读冲 但是我们是不是没有正式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们上架时间对不对 对 好在这边跟大家就是正式的说一下 其实我们上架 真是抱歉的上架时间呢 是每个礼拜二的五点 嗯 会上架 嗯 所以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在礼拜二下班的时候 就可以通勤时间听一下真是抱歉 对 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有YouTube了 那上一集喝醉的那一集啊 我真是傻眼 有蛮多的就是 哎喝醉会放吗 会啊会啊 真的哦 是不是是不是 好期待哦 敏迪跟我说她要测试她的新相机 对 然后她那天涨痘痘 然后还有喝醉 哈哈哈哈 是吗 对 然后反正呢就是大家欢迎到YouTube上 其实是在我的频道 就敏迪选读频道里面 我有开一个真是抱歉的这个Podcast 转区 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影像板 然后像今天的话呢 有一些东西可能Podcast会剪掉 但是我们就会把比较完整的内容直接放在YouTube 不可能吧 利用我们耶 对我甚至没有跟他们讲这件事情 对啊 我真的 解分润吧 直接利用 哈哈哈 姐我现在通路大概是0.3美元 那我就要0.1啊 那我可以0.1耶 对啊 刚好耶 3的倍数 哈哈哈 好啦 那我们接近哦 好 谢谢大家 拜拜